各位同學,上一堂我們已經學懂了如何使用方位感應器和條件結構 今堂就讓我們將microbeat變成一個指南針啦 首先,我們要計劃程式的算法,令程式可以變成一個輸出方位的指南針 我們可以將方位感應值分類成四個方位,分別是e,s,w和n 算法就是,如果讀數大過45且小過135個時,顯示文字e 否則如果讀數大過135且小過225個時,顯示文字s 否則如果讀數大過225且小過315個時,顯示文字w 否則如果讀數大過315或小過45個時,顯示文字n 否則顯示文字x 第一個測試條件是,讀數大過45且小過135 由於大過45和小過135必須同時成立,所以我們要用到邏輯運算紙且 將這個意思轉換成程式方塊會是這樣 同樣地,將這兩個測試條件轉換成程式方塊,分別會是這樣 要留意,最後這句,讀數大過315或細過45 由於一個數字不可能同時大過315又細過45,所以我們需要用到邏輯運算紙w w代表只需要有其中一個條件成立,最終結果就會成立 如果剛巧度到45、135、225和315這四個數值,表示他們剛剛在正兩個方位的正中間 因此我們不能說他們接近哪個方位多些,那就用x表示他們,需要重新量度了 提提大家,千萬別忘記加上暫停1秒和清除屏幕指令 只要透過使用邏輯運算紙且同滑,再配合選擇結構,就可以編寫出指南針程式 按一下这个扭 还可以扩展指令 建立更复杂的选择结构程式 检测更多条件 跟着下来 我们试下将这课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编写回相应的程式码出来 编写指南针程式 在云端编辑器中按新增专案 将转按明明为Compass 01 按输入类别 将当按楼A被按下方块 拖放至编码区 按逻辑类别 将如果那摩否则指令 拖放至当按楼A被按下方块中 编写第一个条件 读数大于45且少于135 按逻辑类别 将这个方块拖放到如果后面 按逻辑类别 按逻辑类别 将这个方块拖放到扯的前面 按逻辑类别 将这个方块拖放在这个方块前方的空格中 将这个方块拖放在这个方块前方的空格中 按逻辑类别 按逻辑类别 将这个方块拖放在这个方块前方的空格中 按逻辑类别 选择大于 然后输入45 在第二个这个方法中输入135 按基本类别 将显示文字指令拖放到NAMO后面 将要显示的文字改为E 按这个钮扩展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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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第二个条件 读数大于135 且少于225 在第一个条件上 按滑鼠右键 然后按复制 将复制出的程式码 拖放至第二个如果之后 在第一个这个方法中输入135 在第二个这个方法中输入225 在显示文字指令上按滑鼠右键 然后按复制 将复制出的指令 将复制出的指令 拖放至第二个NAMO之后 将要显示的文字改为S 编写第三个条件 读数大于225 且少于315 在第二个条件上 按滑鼠右键 然后按复制 将复制出的程式码 拖放至第三个如果之后 在第一个这个方法中输入225 在第一个这个方法中输入315 在显示文字指令上 按滑鼠右键 然后按复制 将复制出的指令 拖放至第三个NAMO之后 将要显示的文字改为W 编写第四个条件 读数大于315 或者少于45 在第三个条件上 按滑鼠右键 然后按复制 将复制出的程式码 拖放至第四个如果之后 在第一个这个方法中输入315 按这个纽 按这个纽 选择滑 在第二个这个方法中输入45 在显示文字指令上按滑鼠右键 在显示文字指令上按滑鼠右键 然后按复制 在显示文字指令上按滑鼠右键 然后按复制 将复制出的指令拖放至否则之后 将要显示文字改为X 当读数刚刚好是45、135、225或315时 就显示文字 按基本类别 将暂停100毫秒指令 拖放至选择结构之外 按这个纽 将暂停时间改为1 second 按基本类别 按更多 将清空画面指令拖放到 暂停1000毫秒指令之下 在模仪器上按一下按滑鼠A 以显示指令针 调校模仪器上的指令针 再按按滑鼠A 看下程式能不能够根据条件显示E S W N 或者X 下载HGX档案并上传至Microbit 再测试程式 中文字幕λά